大家好,我是Wincent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之前我发了个文章 我的苹果笔记本一直在发热 发热比较高 所以我在网上也收了很多办法 看了很多支架 今天我在淘宝上买的东西终于到货了 我们一起来拆开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铝合金的支架 我们拆开看一下 包装的话呢 因为快递的问题把它给压平了 我们拆开看一下 这个店家还挺好的 因为他是免费升级了一个袋子给我 我们看一下 这是他自带的一个 粘毛的这样的一个商务的袋子 看上去还不错吧 挺好看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支架怎么样 支架的话 你看到我买的都是非常简单的 我买了一种就是带风扇的散热支架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笔记本的它的发热温度的话 基本上是由它本身就已经定好的 就是说你在外在的话 无论你用风扇去吹 吹它也降不了多少度 因为所有的这种通风啊 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散热设计啊 就已经是它已经是固定好的 就你用风扇去吹的话呢 也不会说降温降的很快啊 挺多就是一两度了 而且你有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你把那个风扇往过吹的话呢 如果说啊 你的那个出风口啊 跟你的风扇的那个嗯 风向啊 反向的话呢 那你还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对流啊 就是它的内空球对流的问题啊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自己买的话呢 都是一个比比较简单的就是啊 把它给托高啊 第一把它托高的话呢 因为MacBook Pro了 它是底层两边发热的啊 散热口是在底层两边 它去散热的 所以的话你把它承高以后的话呢 它的风扇加速啊 那个空气对流的话呢 相对来说会比较快啊 就更快了一点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你架起来以后的话呢 你打字也不会那么累啊 包括你啊 像我这种长期在电脑厂前面工作的人啊 也不会说啊 就出现那种紧绝的问题吧啊 所以我是这么想啊 就买了一个特别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支架 好了 我们看 好了 其实从外星来看的话呢 它的主神部分很简单 就是铝合金板加上旁边的一些硅胶啊 就放置它一个刮花了啊 那 其实 它的造型的话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怎么摆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去开箱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用的啊 应该是这样啊 然后是这样啊 然后 后面的话呢 它是有卡槽 有卡槽 有卡槽 嗯 然后是 我看了一下 它的一个淘宝说明的话 应该是 在 嗯 11 0米到13 0米高吧 啊 这么一个情况 啊 然后很简单啊 就是 这样就可以把它给加起来了 好 那我们 来看一下 下面这里也是一个灰胶的一个保护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嗯 嗯 好了 这个可能有点高 我们稍微再 调低一点 好 这里是最低的了 最低的话呢 它是这么一个情况 吧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看到 就是这么一个外观吧 嗯 嗯 高度的话 我觉得还可以啊 就是 我打的那个手势的话呢 基本上也就是 这么高啊 这里的话 应该可能是有 11 0米高吧 啊 应该是不能再往低调了 啊 可以往更高一点的去调 啊 对 OK 整体来说感觉还可以吧 好 后面我再给大家去 拍一下它的 看起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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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平常的话呢 想把它带出门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整体的重量的话 也是比较轻 可能三四百克左右吧 已经都不到 我们直接把它给收起来就好了 好了 我觉得还可以吧 挫克也比较便宜 几十块钱 挣的来用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